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唐纳德 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之间的首次电话交谈 这一事件背后的意义非同小可 据知情人士透露 特朗普在通话中呼吁普京不要在乌克兰问题上升级 并提到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 表达了对和平解决乌克兰战争的兴趣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表示将迅速结束乌克兰战争 但具体计划至今仍不明朗 通话中 特朗普似乎私下支持一项 可能让俄罗斯保留一些被占领土的协议 这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猜测 此外 普京对特朗普的胜利表示祝贺 并表达了与特朗普交谈的意愿 这使得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走向更具挑战性 随着特朗普再度进入政治舞台 国际社会对他与俄罗斯的关系 以及其对乌克兰的立场感到不安 特别是在乌克兰急需支持的背景下 这一切都预示着未来将出现更多的变数和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盛顿邮报是一家美国有影响力的报纸 其报道以深入的调查和全面的分析著称 特别是在政治和国际事务方面 该报纸以其独立的新闻报道和编辑判断而受到广泛认可 在报道美国国内外的重要事件方面 具有很高的声誉和权威 这篇文章由Ellen Nakashima John Hudson和Josh Dawsey 专写 更新于2024年11月10日 详细报道了唐纳德 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之间的一次重要对话 在唐纳德 特朗普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 这次对话标志着两位领导人之间的首次通话 涉及的主题包括乌克兰战争的现状和未来走向 根据几位知情人士的透露 特朗普在从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圣地接通的这次电话中 建议普京不要在乌克兰问题上升级行动 并提醒他 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是其考虑因素之一 这些消息来源都选择匿名 因为他们讨论的是一项敏感的国际事务 在这次对话中 双方还讨论了如何在欧洲大陆实现和平的目标 特朗普表达了他对进行进一步对话的兴趣 特别是在尽快解决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上 他在竞选期间曾声称他将立即结束乌克兰战争 但具体措施尚未明确透露 有消息称 特朗普私下可能支持一项允许俄罗斯保留部分占领领土的协议 这一问题在电话中被简单提及 此前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曾预测 在特朗普的领导下 美国可能会退出对乌克兰的支持 使得这通电话成为观察特朗普如何重新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事件之一 另一方面 特朗普自选举以来已与约70位世界领导人通话 包括乌克兰总统沃洛基米尔 泽伦斯基和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 乌克兰方面被告知了这次通话的内容 并未对正在进行的谈话表示反对 乌克兰官员早已预料到特朗普可能会与普京进行这种接触 以探索乌克兰问题的外交解决方案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特朗普与世界领导人的初次通话 并未得到美国国务院和政府翻译的支持 由于特朗普过渡团队尚未与总务管理局达成协议 这种情况在总统过渡期间并不常见 同时 特朗普和他的助手对职业公务员一直持有不信任态度 部分原因是他第一任期内的总统电话记录层被泄漏 特朗普的通信总监Steven Chang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 特朗普赢得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选举 全球领导人都意识到 美国将重新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家的领导人 开始与特朗普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原因 莫斯科对特朗普的胜利最初反应冷淡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在一开始称特朗普为一个直接和间接参与 对我们国家的战争的不友好国家 然而 随着普京在之后公开祝贺特朗普的胜利 他也称赞了特朗普对宾夕法尼亚州暗杀未遂事件的男子主义反应 并表示他愿意与特朗普进行对话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记者 帕沃尔瑞宾在对佩斯科夫的采访中表示 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关系改善迹象是积极的 佩斯科夫还提到 特朗普倾向于通过交易解决问题 并且展现出了希望通过某种交易实现和平的意愿 虽然拜登和哈里斯的乌克兰政策相对可预测 但佩斯科夫指出 特朗普的政策则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 并强调特朗普在多大程度上坚持竞选期间的承诺 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前美国官员认为特朗普可能希望避免在他上任时 出现乌克兰因俄罗斯升级行动而引发的新危机 这种心理促使他希望防止战争进一步恶化 特朗普与泽伦斯基的通话被描述为友好 但基辅官员担心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对乌克兰的影响 因为乌克兰每月需要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支援 来抵御更强大的敌人 特朗普对战争给美国纳税人带来的负担表示不满 私下指出乌克兰可能不得不为和平放弃部分领土 包括克里米亚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于9月访问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弹药厂后 与特朗普竞选团队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 特朗普的盟友批评泽伦斯基此行是政治噱头 其中包括众议院议长迈克詹森 他呼吁泽伦斯基解雇乌克兰驻美大使奥克萨纳马克尔沃 乌克兰官员透露 泽伦斯基正在考虑替换大使的人选 但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管位对此事立即发表评论 综上所述 这次通话不仅是特朗普与普京之间的首次交流 也是特朗普试图在上任之前重新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他揭示了特朗普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 及其对与俄罗斯关系的战略考量 这一事件也开启了对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 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广泛讨论 特别是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上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乌克兰是位于东欧的国家 东陵俄罗斯、南面黑海 与白俄罗斯、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接壤 其首都和最大城市是基辅 乌克兰的官方语言是乌克兰语 并以格里夫那位货币单位 乌克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基辅罗斯时期 大约在九世纪时 该地区由斯拉夫人建立的国家 被认为是东斯拉夫国家的起源 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的入侵 基辅罗斯在13世纪崩溃 后来乌克兰的领土被波兰和立陶宛 奥地利和俄罗斯等周边大国分割和统治 17世纪的哥萨克酋长国 建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 但最终被俄罗斯帝国吸收 在1917年俄罗斯帝国崩溃后 乌克兰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独立时期 成立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然而由于外部干预和内部冲突 最终被病入苏联 成为其加盟共和国之一 在苏联时期 乌克兰经历了严重的饥荒 尤其是1932至1933年的大饥荒 这被认为是斯大林政策导致的结果 史称霍洛多默尔 1991年苏联解体后 乌克兰宣布独立 并在同年举行的公投中 得到广泛支持 独立初期 乌克兰面临经济转型的严峻挑战 但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工业基础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 乌克兰的地理位置和资源 使其成为地缘政治的重要焦点 尤其是在2014年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 以及随后在东部地区爆发的冲突 使乌克兰陷入持续的政治和军事危机 这些事件加剧了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 同时也引发了欧盟和美国 对俄罗斯的多项制裁 自2014年以来 乌克兰努力加强与西方的联系 包括寻求欧盟成员资格和北约的合作 以抵抗俄罗斯的影响 这一战略侧重于政治改革反腐措施 及经济现代化 以求达到欧洲一体化的目标 乌克兰是欧洲境内面积第二大的国家 仅次于俄罗斯 它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 被称为欧洲的股仓 主要农作物包括小麦 玉米和葵花子 工业方面 乌克兰的经济结构 以钢铁矿产和机械制造为主 其中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地区是重要的工业中心 乌克兰的人口约位4100万 人口结构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较为年轻 然而 由于政治不稳定和经济困境 移民问题成为政府面临的挑战之一 许多乌克兰人选择移居至邻国 或其他欧洲国家寻求更好的生活机会 文化方面 乌克兰拥有丰富的传统 包括音乐 舞蹈和艺术 在宗教上 东正教室主要信仰 此外还有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宗派 乌克兰的文化遗产 受到了东西方多重影响 并以其独特的民间文化和历史悠久的建筑而闻名 总的来说 乌克兰的发展历程充满挑战与变迁 随着内部改革的推进 及对外关系的调整 乌克兰正在积极寻求 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特朗普和普京之间的这次对话 如同一场政治界的马戏表演 特朗普在选举胜利后立刻拨通普京的电话 这让人忍不住想 这两位领导人是不是在上演某种跨国版的绝命读师 以戏剧性的方式重新定义国际政治舞台 特朗普似乎在这场谈话中扮演起了和平使者的角色 试图说服普京不要在乌克兰升级冲突 这就像是让火箭手停止点火 绝对是一项困难的任务 不过 特朗普一贯以说事容易 做事困难的风格而闻名 他的这番话究竟能否有效还真令人怀疑 特朗普在通话中暗示俄罗斯可以保留一些占领的领土 这听起来不禁让人想起了某些黑帮电影中的土地交易场面 这种提议对于乌克兰来说无疑是个巨大打击 就像在国际社会的眼皮底下直接把别人的家抢走 然后还期待大家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 不过 这也算是特朗普一贯的谈判风格 先提出一个让人精掉下巴的方案 再慢慢来讨价还价 只是不知道这次是否会让乌克兰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感到满意 在这次对话中 特朗普选择不通过国务院进行 而是直接接听领导人的电话 这一举动可谓是打破了外交操作的常规 宛如一场华丽的即兴演出 这让人想起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时 他经常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国际沟通 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传统官僚体系的不信任 但也确实增加了不确定性和风险 毕竟没有正式的记录和翻译 容易引发误解和纠纷 就像打电话时信号不加一样 随时可能断线 最后 普京对特朗普的胜利表示祝贺 这样的举动不禁让人怀疑这位俄罗斯领导人 是否也将特朗普视为一个潜在的盟友 普京甚至赞赏特朗普对一场未遂暗杀的回应 这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让人不禁想知道 未来这两位领导人之间会否出现更多合作的可能 只不过这种合作对于乌克兰来说 却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因为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妥协和让步 总体来说 这场特朗普与普京的对话 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戏剧 充满了悬念和未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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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